今天看一栋老的二手房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看这个二手房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个我们要计算它的损坏和维修成本 这样我们才知道它的定价 第二个就是看有没有影响贷款的因素 如果你是要贷款的话 首先外观最重要的就是瓦片 瓦片我们大概看有没有缺损什么的 能知道它漏不漏 底下的毡布没有办法判断 要从房子里面判断 第二个这个房子门前有个大树 树根有没有影响到房子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第三个你看这里有很多青苔 外屋是漏水的 而且是每天都漏的 这个应该是漏了很长时间 你看这个土泡的 所以这个是小问题 这个倒是OK的 进了房子之后强光手电 然后去寻找漏水的痕迹 这个看天花板主要是看两块 第一块就是漏水的痕迹 第二块就是它有没有 就是说墙体变形 导致了它出现裂痕 看厨房呢 这个就是咱们首先看 它有没有外风道 因为中国人嘛 做饭比较大的油烟 所以呢 这个外风道是重要的 另外呢 就是墙体呢 有些裂痕的地方 我们是要找到原因 那到底是在为什么 特别是呢 翻新的房子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很多都是已经被覆盖了 这个院子里面呢 这里有一个水池原来 然后它现在是被填了 但是填的不好 水泥板呢 什么的都已经裂了 第一次呢 只是初步的看 然后只是看一部分 然后另外呢 就是要结合这个房子的年代 和建筑特征 来综合来判断 它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每个年代的房子 每种类型 其实它看的点 都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说呢 你看这个卫生间 主要是看浴缸周围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已经都泡裂了 这个是vino 就是咱说的地板格 然后全部都翘起来了 然后这底下呢 我们要看 有没有严重的渗水 这个房子只有一层 如果是二层的话呢 那看的东西就更多了 这个是一体式的这个浴室 然后我们检查 有没有裂痕 另外呢 就是这个下水系统 特别要注意 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容易漏 而且呢 它容易泡 并且呢 就是它的水阀呢 会有这种低的痕迹啊 什么的 这都能检查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买了一个房子呢 要提前预估 它的维修成本是多少 再结合它的报价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就是说 这个房子大概值不值 因为你所有的问题 都是可以从这个价格上面 折出来的 甚至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知道它的年代是怎么样的 后面有没有改过 就是哪些东西是新做的 这些都是要有一个判断 因为这个呢 关系到很多东西的寿命 前两天呢 刚下了一场雨 它这个车库是框架的 我们看它有没有漏呢 主要是看 它的这些木头上的灰尘 有没有被刷过的痕迹 这个用强光手电 很容易就看出来 但是是个细活 这里呢 它热水器是新换的 但是呢 它的发门是有问题的 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这种铜绿 时间有限 更多的就不拍了 反正有机会看房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解的 然后整个呢 房子的维修成本 最后估算的大概一万五 这样你结合它的一个报价 再结合它的一个市场价 你就知道划不划算了 别急地 不用用来 这种铜绿 轻音声 钻